那天,我和多多以及邻居猎手相约去一个废弃的古堡探险。 当时天很冷,我们很早就出发了。 快天黑时,我们才找到这座古堡。 这是一座古老阴森的旧建筑,里面有无数黑洞洞的房间。 虽然破烂不堪,但是我们却很兴奋,因为它正好可以跟我们探险。 姐姐,这里也太黑了吧,要不我们回家吧。 臭弟弟,不是你喊着来探险的吗?说自己是世界上最胆大的人。 你瞧瞧,这刚进来就要打退堂鼓了。 哼,我才不怕呢,我钱多多是世界上最胆大的买几小孩。 哎,行了行了,姐姐相信你。 今天走了一整天,好累啊,我先睡了。 我也睡了,别守,要不你守夜吧。 你发工资我就守。 那算了,晚安。 天很快黑了下来,外面北风呼啸,于是我们守着篝火,准备好好的睡上一觉。 半夜里,我突然听到房顶上传来砰砰的声音,好像有人在房顶上走动一样。 我想上去看看,但是又不敢一个人去。 多多比我还胆小,于是我想叫醒猎手跟我一起去,但是他却睡得很死,怎么叫都叫不醒。 我站起来在房间里看了看,也像窗外看了看,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 姐姐你看,这里有脚印。 昨天我们都在睡觉,这地上会是谁的脚印呢? 这些脚印全是向外走的,意味着,昨晚有人离开了这里。 全是半夜下的,下到早晨才有这么厚,而这脚印是新鲜的,那他一定是刚刚离开这里。 哎呀,你看,那是什么? 姐姐,那好像是一具尸体啊。 不行,我们得赶紧把神探猪徒都叫过来,让他帮我们查一下,到底是怎么回事。